警方今天再次针对一马公司5B案发出通缉令 正式通缉四名男女 其中两个人是一马案关键人物刘特佐的父母 刘福平和吴玉佑 另外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部也正在针对刘特佐 是否曾经利用一马公司前身 也就是登加楼投资机构 通过发售债券的方式 获取5亿令吉暴力展开调查 警方雷厉风行调查一马公司5B案 如今再有新进展 向四名涉案男女发出通缉令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今天发文告表示 四名被通缉的男女分别是来自 槟城丹荣无雅67岁的刘福平 以及67岁妇女吴玉佑 两人也是富商刘特佐的父母 另外还有刘特佐的生意伙伴 41岁的陈金龙 以及一名55岁的新加坡籍女子沙南纳莲达斯 她也是前首相夫人罗斯玛最喜欢的设计师之一 文告指出警方将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 第四支一条文调查案件 促起民众提供线索 追查四人下落 知情民众可以联络相关号码 向警方投报 另外警方也正在调查 刘特佐和一马公司前身登加楼投资机构之间的关联 以及他是否曾在2009年担任这家机构的顾问时 透过售卖债券谋取暴利 根据彭博社报道 登州机构曾在2009年向阿玛银行申请发行50亿令吉债券交易 阿玛银行随后分别向泰国的康地证券集团和新加坡一家公司 发售了38亿令吉债券和7亿令吉债券 调查人员相信 刘特佐和他的生意伙伴陈金龙 透过安排进行交易 从中捞取了5亿2000万令吉